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变速箱油压传感器,开关H电路D是什么意思? 该通用的动力总成,发动机诊断故障代码通常适用于所有配备OBDR的车辆,包括但不限于雪佛兰、AC哥、本田、土星、吉普、丰田等。 通常发现附有变速箱油压传感器,开关TFPS尽管有时可能会发现它已拧入变速箱撬体、阀体本身的侧面,但它仍然位于变速箱内阀体的侧面。 TFPS将机械变速箱压力转换为用于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或变速箱控制模块TCM的电信号。 通常,PCM、TCM随后将利用车辆的数据通信总线通知其他控制器。 PCM、TCM接收该电压信号以确定变速器的工作压力或发生换档的时间。 如果此H输入与PCM、TCM存储器中存储的正常工作电压不匹配,则设置此代码。 这也可能是由于变速箱内部的内部机械问题所致。 请参阅特定车辆的维修手册,以确定哪个是特定车辆的H电路。 P084C通常是电路TFPS传感器电路问题。 在故障排除阶段不能忽视这一点,尤其是在处理间歇性问题时。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因制造伤、TFPS传感器类型和电线颜色而异。 相关的反噬液压传感器H电路代码,P084A变速箱流体压力传感器,开关H电路P084B变速箱流体压力传感器,开关H电路范围,性能P084D变速箱流体压力传感器,开关H电路高P084E变速箱液压传感器,开关H的电路间歇性代码严重程度和症状严重性取决于发生故障的电路。 由于这是电气故障,因此PCM、TCM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补偿。 该故障可能意味着如果采用电子控制,则PCM、TCM会修改变速箱的换档。 P084C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,故障只是灯亮换档质量改变车辆以二或三档起步。 加速模式原因设置该代码的原因通常是,信号电路接地短路。 TFPS传感器可能出现故障。TFPS传感器,内部短路可能出现PCM故障不太可能。 更换后需要编程,诊断和维修程序好的出发点始终是检查您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。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,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。 接下来,在您的特定车辆上找到变速箱油压传感器,开关,TFPS。 通常发现TFPS固定在变速箱内阀体的侧面,尽管有时可以将其拧入变速箱翘体,阀体本身的侧面。 找到后,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。 寻找刮擦、摩擦、裸线、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。 拉开连接器,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、金属零件。 请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,尤其是将它们安装在变速箱外布时。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,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。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。 如果您使用扫描工具,请从内存中清除诊断故障代码,然后查看是否返回P084C代码。 如果不是,则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。 这是此规范中最常见的问题,因为外部变速箱连接的腐蚀问题最多。 如果P084C代码确实返回,我们将需要测试TFPS传感器及其相关电路。 关闭钥匙,断开TFPS传感器上的电连接器。 将数字电压表,DVAM,黑色导线连接到TFPS传感器线数连接器的接地或低参考端子。 将数字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TFPS传感器线数插头上的信号端子。 关闭发动机钥匙,检查制造商的规格,电压表应读取12V或5V。 摆动连接以查看它们是否更改。 如果电压不正确,请修理电源线或接地线,或更换PCM、TCM。 如果先前的测试通过,则将欧姆表的一根导线连接到TFPS传感器的信号端子, 另一根导线连接到传感器的接地或低参考端子。 检查传感器电阻的制造商规格,已在为施加压力时准确测试压力电阻。 在监视电阻的同时,摆动变速箱油压传感器、开关上的连接器。 如果欧姆表读数未通过,请更换TFPS。 如果所有先前的测试均已通过,并且您继续获得P084C, 则很可能表示TFPS传感器发生故障,尽管无法排除PCM、TCM发生故障, 而且在更换TFPS传感器之前内部传输也不会出现故障。 如果不确定,请寻求训练有速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。 PCM、TCM必须已编程或已针对车辆进行校准才能正确安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镜与点点栏目和我们的渲转。